孩子上学的早餐一定要吃好吃的有营养 首先锅里打一个我下的蛋 煎至三面金黄 再加入我家的水 水开下入面条 其实面条大家都会煮 重点就是面汤的搭配 碗中放葱花 香菜 西逢柿 紫菜 好吃的关键 就是放一小勺 这个含干粮糕的生晒虾皮 每次只要放一点 鲜味瞬间就上去了 再放盐 一点生抽 一勺菊油蒸香 然后再挖两勺煮面的圆汤 一碗简单又好吃的虾皮鸡蛋汤面就做好了 喜欢你就收藏起来 回家给你宅宅做起来吧